你想做什么 本宫为你准备了一物 作为你我重逢之礼 寒霜 你还真是缺心眼 万花谷的御灵师身上会缺寒霜 我当然知道你不缺寒霜 但是浅尝辙止 又怎能与深入骨髓相提并论 本宫好想看看 你化为寒冰之情 脸上或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 看来仙姬是懒得仙师动众 对我施雷伐 不过这条命横数也没几日 直接给我个痛快 你想要的痛快 本宫不是不可以赏赐于 告诉本宫 你究竟对仙师说了什么 误惑他留得你一命 原来你想知道这个 既然你这么想知道 那我自然不能告诉你 我和仙师之间的命 都说你静云河善于欲心 本宫还以为是个 石石屋的聪明呢 你想要的痛快 本宫偏不给你 你几次三番武力本宫 我让你痛个几天几夜 难凭本宫心头之恨 现在才给本宫下跪 晚了 怎么了 你怎么又变成了这般模样 你怎么来了 师父 徒儿听闻府中有大动静 与这从即所有关 心中担忧便来了 没想到 这正是我翻天覆地 要寻找的人 徒儿要杀了他 不可 师父 他让我痛失教人 而且他还想要杀了我 这种人留不得 先回去吧 师父 流灵 这次师父不在 谁也别想救他 他们也别让他们 为了 相对 艺术 我 是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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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这个时候了 仙剂还惦记着我 我面子还真大人 如今这乱局皆因你而起 不杀了你 不足泄愤 如今这乱局究竟是为何而起 你还不明白吗 本宫只需要知道 你这条贱命是如何死的 就够了 这就是你得不到人心的原因 敬人者得人敬 爱人者得人爱 若你学不会爱人 又怎能得到别人的爱 本宫何须听你说教 无论什么身份 没有任何人 天生就该被你踩在脚下 给本宫杀了他 爱有余事也请你答应 不要伤害我姐姐 我曾答应过一个人 只要你就此收手 我便留你一条残命 看来你还是不知悔改 还记得我们之前打的赌猛 如果你停不了北渊 那我就将你消为人质 今天这一切都是因你的私心 还有罪恶而起 那就由你来结束 我们请求� Specific 喝 看来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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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来 喝 喝 我 跑 冲 season 他们 不准备 我爹 我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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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云哥 我杀了你 我杀了你 那魏巴玉 好久不见了 秦云河 你可真够狼狈的 可不是吗 狼狈至极 叫人 来人 来人 叫人擅闯仙师父 将这两个决筒打下 来人啊 贱奴 放开本宫 贱奴 对不住 我做不懂 放开本宫 贱奴 我说过 秦云河的命 只有我一人能懂 你不能杀本宫 本宫是奸姬 是众生之主 众生之主 四方乱举 血泪滔天 这就是你的作为 滔天巨浪里 我救你一命 如今 我要把救下的这条命 还回去 来人 娇人 是你 娇人 就是从北苑一路 打到陆台山的娇人 章鱼上线 侄子所在 对不起了 是师兄徒你带来的 他人呢 空明让我给你一句话 他希望你在鱼中之鱼 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走 追 不必追了 就先接要紧 快去 是 灵祝 宫 走 我 走 你 你 要走 我 你 你 对不起 你 你 你 是 谷主 属下查探的从地所是火 顺德仙机 出事了 去仙师府 不惜一切代价 营救顺德仙机 是 雪统领 云河不是说 让我们在这儿等他的吗 怎么还没来啊 他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要不我们去找他吧 不必了 长翼已经将他带出来了 真的吗 太好了 逃离仙师府 从此便是海阔天空 这样 他们肯定是我驻地去了 我们去找他吧 长翼究竟想干什么 眼看我们就要攻上仙师府了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让我们停下来 禀王上 仙师府大火 有人看见长翼世子 从仙师府内 带走了一名玉灵士 仙师府内 与他有关的玉灵士 难道是之前伤害过他的那个纪云河 还探到什么 仙师府内被困的仙友 都已平安投出 现在正趋往北渊 父王 仙友脱困是好事 只不过 仙师这次被青羽蓝鸟引开 未见得会有下次 趁他未归 我们一鼓作气 攻入仙师府 拿下顺德仙机 是 在那儿 就想到 实际上 那是 我们的仙师 有了 你们的仙师 我们的仙师 习近平 你们的仙师 是不是 我们的仙师 如果有仙师 我们的仙师 我们的仙师 起来 我们的仙师 想不到你还记得这儿 你是来救我的吗 不是 我是来复仇的 长颜 其实我 你体内为什么会有灵丹 贤士为什么要关着你 灵藏蓝和贤士拿我当势力 我现在是个怪物了 果然为力越大反事也就越大 我怕是名不求义了 我怕是名不求义了 舅父 顺德 万花谷的人 又是羽灵师 让我卡他们 父王 我们要抓的是顺德 没必要快打冲突 父王清玄 清术的兄长 我们与万花谷 也算有几分渊源 本王无意为难于你 交出顺德先机 我放你离开 恕难从命 你难道不知道 他犯下什么样的恶行吗 你为何还要救他 我想救他并非顺德 很多事情不是抓一个顺德 就能解决的 他是现实的爱徒 你们若抓了他 现实不会放过你们的 我劝你们趁走离开 狡辩 我看你们就是一丘之和 舅父 我们收了这么多年的苦 现在仇人就在眼前 谁当 杀谁 本王再问你一遍 是否肯交出顺德先机 休想 既如此 那就莫怪本王动手了 上 闲事 就是你 纵容顺德四处为祸 近日 莫言创了一群新阵法 胡王来得巧 不如试试 他要信我们灵弹 免阵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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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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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娄喜不自料理 宁卿 你休想置手这天 这四海八荒 还轮不到你来做主 今日即便我清玄云命日子 也必然有人匡扶天道 还世间太平 妖儿 是父王做错了决定 此次教训 父王自己来单 回去告诉长异 好好看顾北院 有他照顾你 父王 也能放心了 不要了 父王 我族的尊严与荣耀 绝不容任何人践踏 父王 不要了 父王 救 父王 最好 小心 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清玄一脉作乱 先逃往北渊 不惜任何代价 将其诛灭 是 全都不许追 天君 快 送仙剧回去疗伤 是 记得要用最好的灵药 是 众弟子听令 追 是 停队 停 难道先是耳背不成 天君都说了不许追 你还敢下令 你若是听不见 我来帮你通通耳识 作乱之人 天君也要姑息 他们究竟是作乱 还是被逼无奈 想被先是心中最是清楚 若非你一味纵容 一味支持 是他也不会发展成这般 此间种种 你又不可推卸之责 此事如何处置 本君自会定夺 先是要做的 是禁私己锅 不得再起干戈 我若非要起这个干戈 天君以为拦得住我 先是说话要小心 不然大家会误以为 你才是要作乱的那个 宁卿向来直视从严 天君若执意要姑息养奸 宁卿不从 有能何 大大宁卿 颠倒是非 就属你最厉害 若本君非要你走 又如何 是先帝的先令 是傅君留给我的 能召百万神兵的法宝 他终于肯认我了 恭喜天君 先令此刻认重 证明傅君也赞同本君所言 你还要执意而为吗 宁卿 你还要执意而为吗 还是说 你连先帝也不放在眼里了 宁卿不敢 谨遵天君之命 先令人主了 怎会如此 怎会如此 没有人能阻止我 我要让这群罪徒乱臣付出惨痛代价 除我封印 还我肉身 我才是这天地主宰 我封印 你来复仇 是不是对我那日赐你心头那一件怀恨在心 既然如此 我命不久矣 你应该高兴才是 为何还要生气 为何还要用教主救我 季云河 以前你的命 是万花谷的 今日之前 你的命是先师父的 但从今往后 你的命是我的 我让你死 你才能死 你霸道了不少 也好 这样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但我还是要纠正你 我的命 永远是我自己的 以前是 现在是 以后也是 即便是你 也不能说那样的话 随便你怎么想 但我不会给你选择的权利 昌野 我现在这个样子 是不是很丑 很可怕 不及人心可怖啊 昌野 我对你别无他久 只是如果你的目的已经达到 那便退兵吧 别中了现实的计 你现在 没有资格管这些 跟我回北渊 我还有未完成之事 暂时 季云河 你似乎还没有认清楚 自己现在的处境 你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跟你说了 我命由我 如何选择由我自己来决定 我也说过 你的命是我的 他的身体 现在怎么样了 千疮百孔 若不是还有些许脉搏 我还以为你让我看的 是个死人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为何会变成这副模样 观其脉象 应该是有人在他体内 注入了乾坤两极之力 想要突破寒霜对他的禁止 因而练出了双脉 凝出了灵丹 但此举毕竟违反世间规律 虽然现在是帮他 摆脱了寒霜的制约 却也对他的身体 造成了极大的反噬 他说过 林苍蓝和仙师 在他身上做了试炼 原来是真的 其实他体内的反噬 原本没有那么严重 但如同顺德所言 这段日子对他百般的折磨 让他的身体愈发虚弱 再加上从极所之中 与顺德拼死一搏 身体虚空至极 反噬才会如此剧烈地爆发 虽说他当初背叛世子 但也太惨了些 长翼世子 青瑶少主请你和空明先生过去 一同安置虎王 我随后就到 是 此处有警 先把他安置在这 传令下去 任何人不得接近湖心道 我会设置一道禁止 守住这里 留在这儿养伤 不用暂且关去万枯吗 你在想什么呀 你明知道这方法不可行 我次有安排 啰嗦 你留下来 他如果醒过来 马上通知我 世子不是说 要折磨他 报复他吗 怎么给他住的地方 比我欧海强啊 他如果休息去 他要别想 ,不要担心 你担心 你温柱 那我找到 我都要担心 跟我来 你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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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 还真是雪 大尾巴鱼还算是有良心 知道我喜欢雪 竟然我住在这么美的地方 若是让洛洛知道 我一觉醒来就住上了仙头 定会羡慕死 想出去 你还真以为自己是来享福的 姑娘 这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湖心岛云苑 常依世子下令将你关在这里 说来说去还是个牢房 这老天爷对我 真是一点惊喜都不给 姑娘 你仁美心善 能告诉我常依在哪儿吗 我想见他 少套近乎了 世子日理万机 怎会有空见一个囚犯 又来给你送送药膳就不错了 我告诉你啊 少给我惹麻烦 常依就没告诉过你 就连仙事都关不住我吗 常依 你想去哪儿 若是我说我想去打碗汤 你信吗 汤试吧 现在有汤了 过去吃吧 长夜 我睡了很久 身子已经好很多了 从前的所有事情 我都跟你道歉 你能不能放我出去 喝汤 你不原谅我就算了 不肯放我出去也行 你能不能让洛洛 过来陪我说说话 吃饭吧 除了吃饭 你还会不会说点别的 这药上我不喝 难喝得很 我不需要用它 来自补灵力 你拿回去 要么你自己吃完 要么我用法术 让你吃完 你自己选 你才欺负我体弱 是有怎样 吃饭 吃饭 我都吃完了 你满意了吗 气都伤口都痛 我要睡了 还真走啊 都不留下来陪我说说话 没说眼睛都是鱼 眼前沧海的一滴 时光如梦盘旋成了梨 一盒泛起涟漪 我相逢在银河前飞行 经过入海的星星 至少有星空可以看 这日子还算不错 不是吗 你醒了吗 姐姐 你终于醒了 你可知你之前有多危险 还好 医官说只要你能醒过来 心明就算无忧了 师父呢 姐姐问他做什么 先养好身体再说 我都受伤了 师父为什么不来看我 先是见姐姐受伤后 便再没来看过你一次 这种人 姐姐还挂念她做什么 不可能 姐姐 你慢点 她虽在乎本宫 她不可能对我岂之不顾 我的脸 我的脸怎么了 我的脸怎么了 我的脸 姐姐 姐姐 还有姐姐 姐姐 我的脸 我的脸 也许是因为我的脸变成这样 她才不来看我呢 对不对 姐姐心之动 又何必再问 不知道 她不会如此耽误 一定是你 是你阻挠她 她才不来看我的 对不对 她若真的在意姐姐 又岂能被轻易拦住 此等浅薄无情之日 姐姐就该舍之弃之 不肯再为她劳神烦心 如今 姐姐因静心修养才是 静心修养 如何静心 别以为我不知道 是你纵容那个纪云河 放走了从击所那些卑贱小仙 我只是没有拆穿你罢了 我的脸变成现在这样 都是败你所赐 一切都是你的错 如今的确有错 错在往日未能约束姐姐 让你变得这般肆意忘恋 不知善恶 我就不该在不提寿前守护你 你就是这样报答我的 我告诉你 都是你的错 你还我的脸 你还我的脸 还我的脸 还我的脸 春水煎茶 冬雪酿酒 今日约莫会有一场小雪 该暖一壶酒来喝 就你这副病烟烟的样子 你也不怕喝死 大冷天的 别人都能在屋子歇着 偏偏我要来伺候你 窗户关锦线 你死了倒霸 若是病得下不了床 还得累得我来照顾你 我说话你没听到吗 我说话你没听到吗 听见了 我只是想要开个窗透透气 我劝你 得饶人出前饶人 谁管你 不过是个囚犯罢了 你还真当自己是主子了 滚开 你竟敢对我动手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以前可是侍奉青瑶少主的 我敢动手的人多了去了 还反了你了 你干什么 你放开 别别别 你千万别放手 有人身子不如从前了 采用了这么点劲 就觉得心慌手抖 别别别 你千万别倒 谁管你 被欺负的滋味如何 下次如果再这样 我就会松手 竟敢耍我 你算什么东西 世子 你都算是什么东西 你 长衣 你的脾气变得暴躁了许多 过来喝药 方才看了那么一处大戏 我喝不下 不要跟我讨价还价 你 咱们 什么 咱们 咱们 甜蜜 咱们 咱们 你 还 这么多 你出去一天 我回来一天 你放我出去走走两天 我回来两天 回来了我就乖乖待在这儿 你让我吃什么我便吃什么 不可能 把药喝完了 还要把草药吃掉 以前在从击所 先师都不管我吃什么 你却连我的衣食住行都要管 莫不会 我呼气吸气你都要管着吧 与其这样不如给我个痛快 也好过这样慢吞吞地被烦死 齐云和 你不会死的 在我想折磨你的时候 你必须要活着 少月 每天看着你的脸吃药 算什么成功 这明明是对我余生 最大的善意 放那儿吧 别因为太冷就要关窗子 掉进冰壶会更冷 这次我会想折磋 不过 这次我现在看到了 我会想折磋 你会想折磋 你怎么能把这些人 在那儿 但是我发现了 你再给你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宇魂珍 你为何会有姑姑的独门武器 姑姑 青叔是胡王的妹妹 你就是胡王之女 青叔的死 我可以给你解释 我身上的灵力 是青叔主动度给我的 不可能 姑姑与你非亲非故 她勤勉一生修炼的灵力 为什么会主动给你 秦云和 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技术 但你刚刚的火火那么强 只有把姑姑的灵力 吸干了才会这样 看来表哥说得没错 你就是杀害姑姑的凶手 今日 我却要为姑姑报仇血恨 世子 你做什么 跟我过来 果然是个小美人 这盛夏的日子 一天比一天少了 你刚刚为何不让我杀了 季云和 你可知道他都做了什么 青叔的死 跟季云和没有关系 那时我也在晚花谷 正如他所言 是青叔自己 主动将灵力传给他的 我不信 虽然这些年 我们和姑姑没有见面 但也还有联系 我从来没有听姑姑提起过 季云和一句 他又为何会将灵力传给一个万人 为了林苍蓝 整件事就是这样 青叔的死 的确是自缘 我原以为他们是主仆情深 但如今停了 只是姑姑被迷了心 那林苍蓝根本就不在意他 不珍惜他 他们这群玉灵士 果然是最会谋算 玩弄任性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 若还有人非议 让他们直接来找我 我不希望再有人 为此事 再寻季云和的麻烦 长义世子 那你和季云和之间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说他杀你骗你 害你父王申允 害东海被封禁 你恨之入骨 欲杀之而后快 但你刚刚为何那么紧张地 护着他 你是不是和姑姑一样 也被玉灵士迷了心 我要让他也尝一尝 我曾经的滋味 所以他必须活着 令牌 这是我执意找备炎药的 你不要怪他 以后这湖心岛云苑 任何人都不得进入 季云和的一切我自会安排 他是我一个人的囚犯 一边关着我非功夫 一边又要遭人非议 你不累吗 不劳你费心 那你不怕那个金瑶少主 会对你生气吗 我看他好像对你 你有这个闲工夫 不如担心担心你自己 灵力反噬 身体垮败 你是快连烦人都不如了 和悠 须不说不 无福享受 我刚刚 仿佛看到了 仿佛看到了以前的大尾巴羽 又乖又听话 才不会像你现在这般欺负我 你说过 杀我 是为了想顺利行计 换取自由富贵 可为何会沦落成如今这般模样 顺得又为何要折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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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哪儿 当年深涯上 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不住的光亮 嘿 随他 流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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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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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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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望 望去焚烧 你不是都看到了吗 无论发生什么事 你都知道 何须再来 诚意 放我走吧 我这辈子 被关了太久 时日不多 我想去看看我没看过的世界 也不算我活着一辈子 你就当是给我一个解脱吧 你想说的就是这些吗 是 放我走 让我过几天自由自在的日子 我 静河 你想要的 我都不会给你 你若真有本事 就再杀我一次 杀了我 你才能走 有一双洁白的翅膀 不经历岩霜 再也不用 把自己 都很复杂 你又要做这些 你这些人 你这些人 也不能走 你这些人 你的心思 你这些人 我就是你这些人 然后便撒手人寰 你又该如何自处 反正余生不长 既然上了胎 戏就该演到底 不是吗 静恒 当日情分是真是假 您为何 偏不肯给我一个交代 实在 那个青鹅少主 不 哪边弄大乱子了 连那个 那个棋风都爱鞭子了 听说又是为了 那个姬云河 师子 你脸色怎么不好啊 你看 我就说吧 这北原就不是个好地方 姬姑娘 你真的想好了吗 真的要逃吗 多好的北原啊 只因我一将死之人而起了风波 这又何必呢 阿明 谢谢你 我都没怎么帮过你们 你们却回报我太多 如今还愿意冒险帮我隐瞒 要不 你再帮我一个忙吧 你帮我弄晕过去 这样 我也好交差 放心 不会留下一点破绽 只要进了雪山 天高海阔 便是长夜也找不到我了吗 这身体终究还是禁不住这般消耗 但如今要是退缩 可就太不划算了 真可怕 你不想日子 你呢 今天 这位 我 是 你先 我 我 有 我 别 是 她 也得多家派人生 毕竟这条山道 通往北渊的割出要塞 不容忽视 怎么了 呼吸脑坚持破了 你们该不会以为 我真的走了吧 告诉你们 我现在可聪明了 我知道伺机而动 我在外面盯了一整天 终于让我逮着机会了 你 不许去 让开 我不 看好你的人 不是 他不是我 云合要走 你为什么非要拦住他呀 他不是我 什麽 我是Pasyon 你为什么要拦住 你为什么要 day 見て 你 我自由了 我终于自由了 我就知道这淘宝的想法还是太天真了 我终于自由了 我就知道这淘宝的想法还是太天真了 但是也值了 长衣 这是一次浪漫的出逃 我觉得我好像一个勇士 在心中对抗魔王 起来 地上凉 月亮多好看 你陪我躺一会儿呗 起来 不起 我是风风光光打破禁止出来的 这么回去太不体面了 既然想要体面 那为什么要打破禁止呢 我今日精神比较好 想出来活动活动 左右没拆你房子也没跑掉 你放开我让我自己走吧 这搬迁回去 是不是不太好啊 我放了你 你能好好走吗 你放了我 我定会好好走回去 大尾八语 对不住了 我必须走 金河 你以为我还会像当年一样 相信你的话吗 那你走 你这边讨厌 你帮你给你到百岁上 你需要避免 你去其他的 大尾八语 你要干什么 我要让你记住 除了我身边 天涯海角 碧落黄泉 我都不会给你容身之处 当真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 我们四只大眼睛 看得那真是 没错 清晰 清晰看得 为个绞人 把静云河抓揍了之后 还在他耳朵上 捞了一个音 以为太可怕了 我恶恶恨地 就是 捞音 他把静云河当什么了 这可真有些过来 太过了 潜质王妃本世子 往日在万花谷的 悉心传授 不行 我还得再去给他赏课 这事儿别让三月知晓 他跟云河关系太近 只怕一急 又得跟常义起冲突 记住了啊 肯定不能让他知道的 是的你放心 有什么事 不能被我所知晓的 流星 流星 流星滑过来 流星在哪 这不是在这儿你们 流星 对对对 就在这儿 走走走走走 长衣 我不是你的所有物 你困不住我 是吗 haben 是我 世子 我觉得 吵架是不对的 我狼君说过 对伴侷 有温柔 是你放她走的 我不会再逃跑 你别碰他 否则我不会原谅你 金姑娘 太可怕了 你怎么喜欢那样的男人 他很温柔的 可能是被我刺激到了 阿明 你知道我方才跑得有多快活吗 我感觉寒风是甜的 夜空是亮的 就连呼吸的空气 仿佛都是自由自在的 那一刻我觉得什么遗憾都没有了 哪怕就让我立刻死掉 我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姑娘 你的耳朵 是被世子印了什么东西吗 这是什么意思 他是想告诉我 我为他所有 可我偏不认 我只属于我自己 不管是在万花谷 还是在仙师府 还是在这湖心头 谁都别想摆弄 控制我 即便是长夜也不行 金姑娘 不要再揉了 会伤害到自己的 你 会很痛的 你 你别这样 会伤害自己的 会伤害自己的 很疼的 金姑娘 别再揉了 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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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我见你迟迟未归 就去空迷仙人那儿寻你 他说你来这儿了 发 发生什么事了 世子 你给谁做交人印记了 不会是季云河吧 不是 不是真的是他呀 世子 你不疼我都听你疼 你又不是不知道 交人印记的意义 它能连通两个人的五感 你说这个季云河 他每日被这反尸折磨 你何必跟他一起受这痛苦呢 虽然是因为你们家世子 自己心里头放不下云河呗 你也是来劝我的 说不上劝 兄弟一场 看不得你受折磨 过来慰问一下 不用了 人间有一句俗话 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我也不强求你去多抱几棵树 毕竟我们这一生 能遇到一棵值得花一辈子去守护的树 也是无比幸运了 可你别把那棵树和你捆在一起勒死了呀 那你呢 你不是也跟你那棵树捆得牢牢的吗 你拿我和你比呀 那还真不一样 我虽追着三月跑 但他若当真厌烦了 想图个清静一走了之的话 我也认着结局 你和云河呢 你既不想杀他 却又偏偏固执地把他困在这里 甚至没有给他办点选择的余地 那有怎样 他还自由啊 比生命更深 你真困着他 他能开心吗 是 你不想让他离开北渊可以 但也不必非要把他 关在这狐心岛啊 多憋屈啊 就不能各退一步吗 你什么时候来的 还没到余山时间呢 你又想要做什么 我拿出来抖抖 抖吧 我已经抖完了 扑不去 既然你都已经来了 不如提前开饭吧 自问太疼又不保险 从这矮楼往下跳 顶多只能把屁股摔疼 绝食吧 可我又不是凡人 而且每日定点送来的药膳 还得被人盯着吃下去 难不成要闷口气憋死自己 要不放火烧房子 算了 千年阿明不说 只怕火还没烧起来 就被长衣这座大冰山给扑灭了 不便 Rug 不便 migrate 今几日 天气越发的冷 冷的时候我可以多点一些 能暖和一点 有事 没事 只是觉得你越来越危严了 和以前相比啊 天翻地覆 拜你所赐 但是你的脸 还是一如既往的好看 多看几眼好下饭 你今天 有点奇怪啊 世子 世子 青瑶少主找你有事上意 去吧 我反正都已经吃完了 是 长夜 你是我见过最好 最美 最温柔 最善良的人 才会 我或许会很喜欢很喜欢你 我或许 会与你做一生一世一双人 你现在说这个话 是有什么目的吗 没有 只是忽然想告诉你 我知道 明日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不能过来 要乖乖地喝药 乖乖地吃饭 记得 我一定会好好的 真好 想说的话都说了 没有遗憾 远遗远遗飞沙 真好 她刚才那番花 到底是何意 是 是 世子 他刚刚 是不是哭了 应该没有吧 之前反是那么疼他都没哭 现在吃好喝好 更不会哭了 世子不要担心 世子 咱们抓紧回去吧 明天就是您的灯位大点 还有好多事需要准备呢 来 季姑娘 烫火够了吗 足够了阿明 你先出去吧 我想先要睡过 如果最后还能梦见那条漂亮的大尾巴 就好了 尊主到 天不渝 晚来起 尽重自己 封印好像也是 不得了 你对吧 你 你去 你去 我去 我去 に と 再来 人 世间心海 我为你孤身而来 一步一旋轻载 一步一细如雪梅 爱 重选了自己 活了下 你了下 以字一句 读你的名媚如画 流伤 人又悲伤 孙祝万康 天之涯 与你共共一首 悄悸的月光 山土一粒 万库中的自己 泪出一滴 追求天尽 就在这儿 《皇家殿尽 珍洗kor consort 》 老大 Raven 此刻 你 já saw you роль 杀美 ps �φο同 只能通见 jew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还不能走 请你再留一会儿吧 您是谁 您是谁 我还活着 原来是风吹灭的 看来老天和我的玩笑还没开完 连逃都不让我逃 你想求死 我这身子生死无疑 这副具体如今于我 也是牢笼了长颖 你真的想求死 你不是想报复我吗 秦河 你凭什么了解自己的性命 谁给你的胆子 长颖 那日牙上的寒风不够冷是吗 一开始就听话逃跑不好吗 为何还要执意折返 枉费我的一片侧业 还连累我被顺德责返 我那已经是在帮你啊 长颖 提前了解你的痛苦 免得你被送到顺德那里获受罪 别嘴 别再说了 你如今到好 万江超宝 将我关在这儿 连我解脱的机会都要夺走 你的心肠远比当日的我狠 你不是恨我吗 杀了我 杀了我 杀了我你也能解脱 杀了我 你动手啊 杀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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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这下好了 一度暴露了 死也死不了 下方也被看穿了 齐云和 我赶你白受罪 到底是哪个混账东西 挡了国奶奶的刀 只有你算账 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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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您这是怎么了 又为了齐云和 费心伤神啊 林壮太那边 您快回去吧 这云院的琐碎小事 以后都交给我吧 您那也不用麻烦了 每天为了它 跑来跑去的 简直就是 够了 齐云和 哪怕死 你不肯留在我的身边吗 采剑林昊卿 你就这么开心啊 只是觉得 最终他会答应和谈 北渊不必再打仗 心头的大石头终于落下了 怎么 你当真吃醋了 如果我真吃醋了呢 你就没有什么 要跟我解释的吗 我累了 我先去睡 跟所有人都有数有效 有救可训 偏偏跟我无话可说 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 这个答案我早就告诉过你了 长颜 你我早已说得清清楚楚 昨菜纠缠 可就没去了 是 如果我不相信你当初说的话呢 锦云和 当初断崖的是 只要你说你没有背叛我 说的都是违心的话 我就可以相信你 我们之前所有的事情 在你心里哪怕有半点是真的 无论你解释什么 我都可以相信你 你说我了 说呀 北风一气 大寒将至 听闻会下一场一年当中最大的雪 也不知我还能不能感到 好了 云和 不会信 来 我们坐下 云和 我觉得常义她是相信你的 她并没有怪你 她好像只是需要听到你亲口跟她解释而已 为什么你就是不肯开口呢 我只将此至深 何必要做那么多跌宕起伏峰回路传的事情 你就当我是矫情吧 而且现在北云形势如此复杂 我不想再给她心里添乱 云和 你不是说 喜欢是会让人心情愉悦的吗 为什么你跟常义看起来都这么痛苦啊 真是搞不懂你们 看起来这么聪明 却非要把这么简单的事情 搞得这么复杂 有的喜欢 是千方百计的想要跟对方在一起 有些喜欢 是谨求对方平安顺遂 我不想一贪图这一时的喜乐 而给常义留下更加沉痛和长远的悲伤 你以后会明白的 若喜欢要像你跟常义这般折腾 我才不要呢 那空明呢 云和 你说说空明 我明明立了功 他还把我臭卖了一顿 你说他是不是有毛病啊 他那是因为关心则乱 不对不对 关心我就不应该这么凶我 而且他每回见面都不给我好脸色看 讨厌 好了好了 我们不说他了 我去给你断药 笑一笑 洛洛最喜欢看云和笑了 走了 常义 你是我一生最光明的存在 是我的血中胎 而是他 而是他 却独中 所以我不想带你一到这儿 要保他们 唯一的办法 就是你跟我回去 给沈他一个交代 这个交代 是要我死了 是 好 若兄长能带我逃出去 我随你走 你可有听经 顺得要你死 兄长也看到了 我时日不多 与其被困死在这北渊之中 倒不如最后 做些有用之事 倘若我这将死之躯啊 可以助兄长今后的路顺遂一些 那有何不可 我会传心思雨 今夜阳光 接受我带你离开 行动之时 催动此周术 可拼逼你的交人印记一个时辰 哪怕还有再次变 哪怕这次 哪怕这一辈子 你都永远不会再原谅我 毒君 萧仁已经带着北渊仙众 到达边境 与万花谷对手了 只是 北渊士气旺盛 毒君可取我方 暂避其锋芒 以免产生伤亡 不必 死多少都无所谓 确切地说 应该是死得越多越好 待他们两败俱伤之际 咱们再带人过去 什么北渊 什么万花谷 本座要将他们一房打尽 中文字幕提供 来 请 我 去 你 我 杀 你 我 我 你 你 执意要打 今日我就让你们看看 何为北渊不去战 冬连长老 我们现在究竟该怎么办 难道真的要打 万华宫所有人的命书 都掌握在珠灵的手里 我们没有退路 没有放手一搏 长夜 此番对战 非我们所愿 但却不得不战 说再多也是无用 尽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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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是鱼河 你怎么过来了 是我自己要过来的 你别怪他们 长翼 现在不仅是你们两个人的事 还关系到整个北渊 长翼 放给他 鱼河 跟我们走 长翼 你别皱美 这样不好看 放心 我不是要逃跑 我只是在屋里待久了 想出来跟顾游说说话 纪云和 你这是在干什么 你是在帮着北渊 对抗万花谷吗 云和 你要知道 谷主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啊 万花谷跟北渊 不应该是敌对的关系 林浩清 此次出征不单是为了我 更是为了你们 把你们带来 本就是为了投诚 你说什么 你已经见过谷主了吗 停手吧 这一战 我们双方都不会是赢家 谷主虽然被你们抓了 但是万花谷御灵师的 尊严尚在 容不得你在此轻视无面 云和并非要轻视大家 也并非要侮辱大家 只是当年 仙师探用寒霜 压制万花谷之时 就已经注定了 今日的败局 你所言不错 目前万花谷的御灵师 皆被仙师与顺德所控 可是蝼蚁尚且偷生 命在他人手 我们无从选择 命是在他人手中 但心永远都是属于自己的 想要回头永远都不晚 万花谷已经输了几百年了 还要继续让他再输下去吗 但是我们身上的寒霜未除 此刻若不打 万花谷便会万劫不复 只要你们归入北院 一切就还未到绝路 诸位 我已经研制出了药物 可以压制住寒霜 之前你们派来凌霜台的同僚 也曾经寒霜发作 但是服下药物后 至今仍安然无恙 我相信有朝一日 我们一定有办法 可以解决寒霜的 寒霜虽然可缓 但是北渊仙重 与御灵师的积怨 又如何化解得了 加上胡王之死 你们定会迁怒于万花谷的御灵师 如此大仇想要罢首 谈何容易 我乃胡王之女 青瑶 当初害我父王遂丹之人 乃是仙师 而威压四方众仙有的 是仙师纵容下的顺德 冤有头债有主 我青瑶今日在此立誓 凡师愿意加入北渊 共同抗击先师顺德的御灵师 我们都愿意接纳 绝无报复之意 诸位 我也曾是御灵师 我知道你们冒似前来 北渊苦寒之地的不怨 不甘于不义 但是你们想想 是谁让你们来到这儿的 你们又是为谁而战斗 可有清醒的人 睁眼看看 是谁让我们的血性不在 是谁 将我们困于牢笼之中 又是谁在动和威胁我们 你们的刀尖 挥向何处 你们的性命还有一腔热血 又洒向何处 我欲将我手中的刀剑 挥向牢笼外的行刑者 而并非同样夹缝中 求生的苦难者 先师困不住我 也困不住万花谷 寒霜虽然可以压制躯体 但是压制不住内心的道义 还有希望 玉灵师之魂 永远都是自由的 北渊不拒战 但更愿与诸位携手对敌 凡若北渊者 北渊并永不相赴 岳城 元恒 我说过 无论何事何谍 我都愿意信你 曲小兴 愿入北渊 曲小兴 还不明白吧 曲护跟希望 你们全哪一个 阿玉 委员加入北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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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Job 委员加入北约 罩队加入北约 委员抓他 被围员抓他 你们这包不值死活的东西 曲晓星 我命你进宫 你竟然带着大家投降 好 选择希望是吧 我就让你们看看 你们选择的北渊 如何能救你们 有缓解之钥是吧 万花谷有三千玉灵石 我看你北渊能救多少 又来得急救多少 鱼灵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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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和 云和 大尾巴鱼 我这次真的要变成疯了 云和 是不是这里的寒气太重了 云月暖和 我带你回云月 骨声为什么停了 难道是战士停了 云和的灵力 它为何三具灵力 它曾突破寒霜剑制 替那灵力能暂缓寒霜 难道 幸运和 肅当 浩月 双意 停了 什么 就留在这里 让我最后看一眼血 云昂 你还没有告诉我的案 我也没有原谅你 我不准你死 不是我黑的像 云和你不能死 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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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疼了 不疼了 你曾催我所怕 无怪也无话 像萤火追逐着海浪 捉不住的光 忍悠我 云人 回忍 大尉吧 其实我一想跟你说 我从未背叛过你 可是我不敢 我撒下了以大局为重的火 骗过了所有人 也骗过了我自己 我只是害怕 怕我做的这一切 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 替你做决定是错误 逼你离开是错误 在全崖上赐你一剑 让你心思也是错误 将你这颗赤子之心 伤得千疮百苦是错误 让你这个温柔如水的人 如今变得面目全非也是错误 但现在说这些有什么话 反正你我之间 也无法再回头 但爱巴鱼 忘了我 也让自己 剪脱了 不得宽伤 别再想起 过往 的过往 这里 发花又上方 如你白明朗 转眼过几万个光年 你可曾看见 你可曾看见 这世间 如你所想 如你所想 只会 莫巴鱼 你根本在克希 kicking 蟻子 百分之亚 尋 约河 约河 这是怎么回事啊 交出立体 他已经不在了 约河 约河 我不要你就这么走了 你醒一醒啊 醒一醒 他一定是在骗我 他从来没有跟我讲过真话 只见他为了让我走 便骗我 杀我 所以现在 他一定是想让我放了他 所以在骗我假死 对不对 约河 约河你在假死对不对 约河 约河 你不要碰他了 都是你不好 他绝 你也跟着绝 他赌气 你也跟着赌气 约河就是想得太多 顾虑太多 可是你呢 你明明知道 他说的都是些违心的话 你为什么就是不能哄哄他 让让他呢 你明明知道他喜欢外面的世界 为什么你就是不能 让他出去看一看呢 你是他最最喜欢的人 为什么你就不能先服个软呢 他直到最后一刻都在帮你啊 你看 他是十七驹 是 有你半明朗莊颜过几万个光年 你可曾看见这世间 如你所想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无论你跟我解释什么 无论你做了什么 我都相信你 过去种种我早就放下了 我只是 我只是想把你留住 我封住了湖心岛 锁了云远 我借我所有的力量 去监视你 看护你 为什么还是留不住你 露锦扫手的没错 我为什么就不能饶着 为什么非要跟你妒忌 为什么不直接把心里的话告诉你 为什么偏偏要憋着你给我一个解释 我什么事 我怎么不想把你帮你 炫鸡 我这不防止你 你就是我 也就是从真正的 我老是 你最好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